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一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,现在开售! 陈行令开播一周年,对于肖战和他的粉丝而言,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,粉丝们都在开开心心的为魏无羡剪视频做产出进行庆祝,然后在这里想要分析一下我理解当中的魏无羡和肖战,仅代表个人见解,不要发散哦! 怎么说呢,我理解当中的魏无羡算是经典的美强惨,开挂的人生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坷,一路凭借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念,不与百家同流合物的坚持, 甚至连自己最好的兄弟都误解自己,也没有改变自己原则和坚持,他可以为报恩,也为情义,为兄弟抛单,可以为了善意拯救本来与自己其实无甚相关的温室众人,也可以为道义,去为小星辰和宋兰平反,虽然我也心疼,也喜欢薛扬。 玄武动,他可以制斗,涂谬玄武,不业天,他可以匹尼众生,我理解当中的献献,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属品,他是个有血有肉,独立行走的人,个性鲜明,人物形象饱满。 但是其实看似坚强的线线,内心是处置了一个孩子的,他真的是单纯善良的,可以浮在师姐的膝上撒娇,线线三岁了,可以跟江城喂一块排骨打帽,可以带着师弟们设风筝,其实线线的成长环境真的很简单,加上江家的家训,明知不可为而为之,所以他一直都有除肩服弱的愿景,线线真的很单纯,很干净。 演员肖战把魏无限这个角色给演活了,成为了经典,还顺带带火了古装仙侠高马尾的造型,让古风再次盛行。 那么为何肖战的魏无限能够成为经典呢?理解的原因有如下的几点,第一,肖战是经典的中国风的明星,长相适合古装,这一点从他饰演的一众古装角色可以看出来,不论是戏份不多的林修雅,卧底暗叹颜冰云,有点傻乎乎的张小凡, 桀骜不驯的急冲世子,温润如玉的王爷北唐墨染,还是目前只有几个路透的唐三,真的演什么像什么,他都可以驾驭,可塑性非常的强。 第二,肖战本人非常敬业,非常努力,拍朱仙的时候,大冬天的,在冷水里巴泡到失去知觉,浑身湿透,从水里巴出来还是不冷。 道调威雅在30米的高空被来回的甩,拍陈行令的时候,在污水里巴浸泡过,雨地里巴奔跑过,穷奇道的那一场,被雨水淋到睁不开眼睛。 这些肖战都从来都没有抱怨过,从来都不卖惨,不喊泪。他不说,很多人也就忽略了他的不容易。 直到陈行令播完很久以后,肖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仍然能够准确地回忆出记者问的是哪一场戏,哪里的情节,由此可见他到底下了多少功夫。 他珍惜每一次机会,也特别爱谢谢这个角色。肖战采访的时候提到过38-1,他对这一场的印象非常深刻的,台词量非常之多。肖战会用荧光笔把自己的台词给画出来。 摄像图是他的剧本,橙色的荧光笔画出来的,那就是他的台词了。 所以说肖战视野的未无限能够成为经典,剧本本身的仙侠题材吸引人是一方面,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努力,他真的下了很多的功夫。 希望演员肖战能够顺顺利利为大家演绎出更多的好角色。 然而正当我们沉浸于陈行令带来的美好回忆的时候,通过网友分享的一则动态得知,肖战近期登上了重量级工艺宣传海报, 同框的还有其他明星,比如说吴磊、李沁等等。 对于肖战而言,这是一种认可,也是一种暖心支持,体现了权威性官方对于他的重视程度。 当然了,这也包括同框出现的明星们。 相信不需要详细谈肖战在娱乐圈当中,曾经以及当下做过的公益事业了,大家都比较熟悉,并且也有可能是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的其中一员。 公益录上,肖战以及他的粉丝们都有在无私奉献。 就来网上最近一个官媒一直带报道的余线扶贫助农公益活动吧,肖战作为特约嘉宾获得了扶贫产品体验官的新身份。 肖战有将自己的力量引导到更多的网友参与到此次的扶贫工作之中, 这不仅体现肖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,也是一种责任担当。 行声于言,肖战做到了,在困境当中释放善意,他也用行动去证明了,只不过某些键盘侠眼红不愿意承认别人的优秀而已。 现如今,我们知道疫情再次出现在北京地区,这个情况突然发生让人感到猝不及防。 但是国家并没有不作为,伟大的半衣天使们也没有松懈,都有在努力的付出,他们真的很值得每个人去敬佩和体谅。 此次肖战登上的重量级工艺生产海报主题,目的就是呼吁大家减少外出,不聚会,不哄抢。 这与肖战为北京亲自绘画的《加油图》所发表的文案很契合,表达着同样的意思。 记得肖战的文案是这样说的,不聚集,不扎堆,戴口罩,勤洗手,好习惯,要坚持。 由此可见,在公益宣传之上,不管是国家的举办,还是肖战个人所想,都有在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。 肖战登上的重量级公益宣传海报是由中国广告协会,国家卫生健康委,卫生健康文化推广平台, 中国医师协会,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举办,权威性极高。 看到宣传海报上的肖战,上身穿着干净绿绿的衬衣,佩戴专业的口罩,与防护宣传的口号相符合。 虽然肖战佩戴着严实的口罩,没有露出嘴巴和鼻子,遮挡住了大半边脸,但是让人一眼看过去,会第一反应就知道,这就是他。 因为熟悉一个人的话,就算只看背影,你也会认得出来,那就是他。 这大概就是偶像和粉丝之间最真振的默契了吧。 通过看到肖战登上重量级公益宣传海报,足以证明肖战没有被护士,而是得到了认可和支持,正能量的他未来可期。 最后希望肖战能够早日度下眼下的难关,携带着新剧与我们见面,一切都在慢慢变好,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加璀璨的肖战吧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